这支Vlog 我大概用了两周的时间 从我开始写这份Project 然后到我把它给交掉 第一天的任务呢 我打算把我所有看到的资料 按照我proposal的structure 进行一下整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星期五 因为刚刚断练完 所以我现在打算回去先洗个澡 哈喽 我现在洗完澡了 然后做了点脑前 我要准备开始学习了 我前天只看掉了五篇 所以我今天要把剩下的十篇资料给看完 但我觉得应该挺快的 今天可以完成任务 不管怎么样 今天一定要完成任务 也许好 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现在快11点 然后终于把资料给全部按照逻辑顺序整理完了 这样子 最好今天要赶紧 我要去洗澡然后准备早点睡觉 Hello everyone 今天是Day 3 准备起来吃我的早午饭 今天冒本天特别的好 我给你们看一眼 我觉得我房间的风景特别好 因为我的房间的窗户 望出去就是学校后每一大片的那个绿林 好,从个认识高 好,开始学习 好,开始学习 好,现在这两个词 因为他们中文翻译都是鸡肉 但是我对这两个词的英文 我觉得有点头疼 好,开始夜看 好,开始走 好,开始热门 好,开始好 小控帘 我真的特别想吐槽 我刚刚一直在写Human Roads Commission 这是一个已经被废除 然后在2006年被Human Rights Council 被取而代之的一个机构 已经被废除的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和现在取而代之的Human Rights Council 跟所谓的什么Trippy Body 他们的职能相似 几乎相似 连他们成员国membership的规则都相似 我就觉得Human为什么不能花时间 去好好地规整一下 他现在已经出台的那些条约 或者已经建成了那些机构 或者有时候在写东西 写文章的时候 他们的用词不精准 真的 果然 我老实说的没有错 你在读人家的Journal的时候 你应该要带着一个批判的精神 不要只觉得人家写的一定都是好的 现在6点半 快6点半 6点40 我今天的任务完成 怎么睡都睡不醒 最近 再坚持一个月 Good morning 衣服洗完下去 红衣服 然后今天的任务是山字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坚决的 6000个子等着我 Let's get it 现在已经晚上8点34分 已经特别特别酸 一直想流眼泪那一周 我现在打算泡杯咖啡 한데 okay 探妹子梵里 抓特别时间 我继续 开工了 5月11号 本时间凌晨1点 这是我的最终稿 3996个字 我终于写完了 我已经眼睛撑到 我已经眼睛痛到不行了 一直在流眼泪 我把将近一万两千字的东西 压缩成了四千字 把最精华的部分体验出来了 Oh my god 我现在赶紧先去洗澡 我觉得我洗完澡 应该又会清醒了 耶 final day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 Foodnotes跟Bibliography 给全部结束 然后就可以定稿 我刚下课回来 我打算现在先 赶紧把我的路纹给交掉 因为我们要出去一天 我就担心我明天 可能不会赶在截止时间之前 回到家 就会晚交 然后那个被扣很多很多分 而且这扣分是超级夸张的那种 所以我反正已经写完了 我就新天先把它给交掉 我刚刚前面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超级紧张的 检查了好几遍格式 没有错 修改草稿痕迹被删除干净 我感觉要交的时候好紧张 对 先去交点 试试 我好紧张 我好紧张 为什么 这首第一次交错 也要交得这么紧张 我从来以前交错 也是紧张 但没有紧张到这种程度过 OK 我现在得错交了 绽约 Oh my god 我交了 我好紧张 相信 Anyway Anyway 我现在写完了这一份 其实交掉的这份research project 应该算是我四年Lost School Life的最后一份research paper 今年其实也写过了大概有20来份的research paper 因为我们专业基本上就是一门课 它就有一篇长篇的research paper 然后比重可能从30%到60%不等这样 其实对research paper还蛮有一些心得或者感触的吧 下一单二的时候所有的research paper永远都是不及格的 或者是勉强刚刚及格 就我当时就很郁闷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多多少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的写作分数就不算很高 就我的语文不是很拔尖那一种可能分数也就一般般那个样子 但也没有到很糟糕 比如说会不及格或勉强及格那一种 可能远都是60几分那一种 所以当时就是有点接受不了吧 就当时一年时间 然后就会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就会跟自己讲说 我知道我自己现在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情况 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语 然后所谓 其实我们法学院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 就是法律所用的英语并不是一种我们平常会用来交流的英语 它是第三种语言 也意识到说 比如说法律它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专业吧 就像任何一个专业 它每一个专业它自己的research paper 它都有自己的一定的逻辑顺序 或者说一个框架 就是什么叫一篇好的research paper 就当时把自己写过那些paper拿出来读一遍 发现真的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读下去 这就说明这个真的很糟糕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意识到说 我要给自己先设立一个小目标 设立目标 并不是说 比如说我之前所有的论文 基本都是刚及格或者是挂的状态 我立马跟自己说我要写到一个70分之上的论文 那是不现实的 跟现实你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个坎 相差度太高了 你会觉得一是你很难实现 二是你很难实现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心理上很容易出现一个崩溃 这个目标一定要是跟你当下那个状况是符合 是现实的 是你可以努力去达到的 而且那个达到的那个概率是极高的 超过百分之至少超过百分之五十那种 因为我不及格挂的情况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说 我要让我的论文基本都全部保持在过的情况 就可能说刚过勉强过 反正至少要过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最基本先注重自己的表达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固定思维 我们用一种很传统的中文式表达 去写出一些英语的话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加强自己的语法 我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 自己的用词能力 因为很多词汇 比如说fearness justice 这两个词用中文表达出来都是公平 但是用英文的那个语境状况 这样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方面我大概用了一学期吧 我发现是真的有效果的 那个时候我的论文基本达到了过 或有时候能达到六十来分的 下三开始之后 我就再给自己把目标的那个定乱 那个卡再提高一点 我就开始去注重一个写作的一个框架逻辑顺序 比如说你的开你的introduction那个部分 你要尽可能的直接告诉你的老师 就是读者 你要arguments是什么 然后你的核心你要关注的是什么 然后每一个paragraph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 你不能说我说完这个 我就立马开启另外一个话题 就感觉这两个话题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 就一定会让读者 如果你是读者 你一定也会觉得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状况 我就开始注重这一块 然后的确也是有效果 我大概到大三 就整的一年大三之后 我真的发现 很多时候我的文章能保持到了六十分之上 而且好的时候有时候 最夸张的有时候七十或者八十分的时候都有 我不是在学校是真的 这是有 我是自己能明显看到我自己那一点点的进步的 大四 自己有个小小的野心 就希望自己的文章基本能拿到低或HD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重用一种更精简的语言 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像写一篇文章 并不是说你的用词 你的用句多么的花俏 就是一篇好乳章 并不是 对于一个research paper来说 读的人他只希望最简单 最短简短的 最普通 朴实的一个句子 然后你的用词要精准 然后句子你不能太长 一个句子如果说有从句 你的从句里面在套从句 读的人一定会很吃力 即使它是母语是英语的那些批分数的老师们 他们也会觉得读起来很吃力 就像你如果我们自己读中文的一本书 它一个句子很长 很花里胡翘 你会不会觉得很累 你一定也会 而且这个状况我以前是碰到过的 我老师直接在feedback里面写 他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他觉得读我写的文章觉得很累 这个时候就一定是你的句子过长的这个问题 所以一个句子 你尽量不要让它超过两行 如果超过两行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把它给分成两个短句子 除此之外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你写paper之前 你一定要有一份大纲 我自己以前而言 我写文章是从来不做大纲的 就是我找完资料 我就直接开始写 我是根据我资料找到的内容 我去决定我要写什么 我往什么方向写 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 但这个大纲并不是说 你一拿到题目 你就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写了 就这个大纲一定是需要你读大量的资料的 读完这些资料 但也不是说精读 这是大概一篮过 你就会明白说 它最主要是这些这些这些 arguments 然后这些arguments 你再可以细讨论到哪一些 然后你这样订完一个 一般来说五百字左右的大纲出来之后 你就要让这个方向去写 这一定能帮助到你 虽然说这一开始很红花时间 但是后面就会减少很多一些不要的麻烦 比如说你写到一半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自己写篇 或者你突然自己也找不到 你每一个论点之间的逻辑顺 然后这就是大概 从大一到现在大四 我写research paper上 能让自己文章进步的一些小地方吧 也没有算很全面 就是一些心得分享 如果你们对如何写一份学术性报告 或论文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现在我会以后做一支专门的视频 来分享我平常 就是我自己写research paper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注意事项 anyway今天这支视频就暂时到这里啦 我们下支视频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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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